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吃的食物一定是要花时间的食物 一定是要花时间去准备 然后跟爱人一起分享的食物 我当时第一个就是觉得自己不适合 觉得自己做不好 因此很长时间其实在自我否定 也失眠了 对吧 然后就绕着北大 绕着北四环 一圈一圈地转 一圈一圈地转 转到天亮 我看到这两天很多朋友很感兴趣 说这个张口就来的小作文 是不是有人专门给我们写文 不需要 就每一个老师的镜头前 张嘴就来的那种东西 就取决于这些年你要读得书 我刚刚说的得偿所愿的都不是人生 阴差阳错的才是人生 要只记得每天抬头看天上的月亮 偶尔也要记得去捡一捡地上的六便士 这两个加起来才叫人生 很多人可能来咱伯伯间 他不是为了买东西 他也不是为了来上课 他可能是想要寻找快乐 他可能是想要那一份陪伴 还有慰藉 比如说同时在线十万人 然后再听着你去谈人生 谈梦想 我觉得这是个很浪漫的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